大家好,我是三喵,邪猫上岗 那么我们继续聊俄乌啊 最近很多俄乌战争一开始爆发时期的内幕被揭了出来 您还记得我过去做过一个节目啊 讲到乌克兰英雄的第93旅 他们在那个苏美,那个特罗斯加涅斯地区 挡住了俄国精锐部队,禁卫坦克第40 那么禁卫坦克第40有个特别讽刺的东西 那个特罗斯加涅斯还是苏美吧 有一个纪念碑二战时候呢 就是讲那个禁坦40解放了这个地方 是一辆T34坦克 那么这个纪念碑底下是禁坦40 这个2022年被摧毁的这个装备 整个看上去可谓是这个部队莫大的吃辱 当时啊,我们是以为是这个乌克兰的第93 鸡血话里是整个挡住了这个俄国禁坦40的进攻 但是最近很多内幕出来了 对吧,这个苏美这个地方 在2022年2月24日战争刚爆发的时候 只有一群民兵在防守啊 他们愣是把这个城市给防守的特别好 而这个禁坦40啊 在这个苏美地区可以说是 诶,很快快 可以说是半个多月不得寸步前进 以至于到了三月中旬的时候啊 一个俄罗斯士兵截获了通话记录嘛 说什么来着 说这个啊,我们已经不想在这个苏美地区再作战 我会死的到了这个地步 你说这些民兵怎么就把这个俄罗斯的王牌部队给拖住了 这个可以说是各种各样奇迹综合起来的结果 苏美这个地方战争爆发的时候 50名乌克兰的正规散兵 再没有其他的部队了 警察撤走了 当时乌克兰不认为能够守住这个地方啊 然后这个当时的这个苏美城内的居民们 自发的组织了国民卫队啊 这叫真正的爱国人 第一天报名参加了400人 靠什么联系呢 就是手机啊 这个当然对抗对付俄国军队啊 这个用手机联系也是够的 反正俄国军队他们也得靠手机去联系嘛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的武器是什么 毕竟静坦四十可是有坦克的呀 哎 这个摩洛托福鸡尾酒瓶 除此之外啊 他们还和很多很多的给乌克兰军队提供情报 这样的一些小分队 然后有的人有步枪 但是这些人没有什么防战役 甚至这个这些民兵小伙子要上战场 这个大爷叫他 哎你等等等等你先不要上任我从家里给你拿一顶头盔来 这个头盔是二战时候的就到了这个地步 但是这些民兵呢可以说是超额的完成人物 为什么他们最当地的地理熟悉啊 有些小道俄国人是根本不知道的 哎他们知道 那而且啊这些民兵除了这些小伙子 还有一些中年甚至是比较老的一些人 那你觉得这些人我看上去人畜无害对不 那有一个老者啊 就装成是这个六七十岁的老头 可能这个人啊四五十岁左右 然后就去跑到俄罗斯那边的边境检查站 这个苏梅挨着俄罗斯这个地方 就去看俄国这些入侵军队 它是什么样的当时乌克兰军队 还没有开发这种所谓的滴滴打额的程序 还没有任何的关于这个俄国侵略军信息的这种APP 但是他把这些信息一一记录下来 想办法反馈给这个乌克兰正规军 与此同时啊 这些民兵在苏梅市内的各种角落 向着俄国尽可能的开火 甚至啊他们利用我们知道坦克这种东西 一进了城之后啊 那就基本上跟瞎子差不多 对不对 可能从楼上就扔下来一个摩洛托夫鸡尾酒瓶 那个鸡尾酒瓶是一个瓶子里面装着 比如洗衣粉啊糖 然后再放点那个汽油晃匀了 然后这个瓶口上塞把破布一边 然后这个糖或者洗衣粉的作用是 把这个汽油给粘稠住 让这个汽油啊 就像粥一样 它直接流到这个坦克发动机 这个盖板里面 那这个烧着像滚烫的粥一样 就是到处流 这个坦克就废了 那这些民兵靠着这种办法 打掉了不少俄罗斯坦克 而且给乌克兰军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信息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乌克兰的军队赢得了足够的时间 第93旅趁着这个时间啊 去支援特罗斯加涅茨和苏美地区 那么这些明明当然自己损失的挺惨 一个中年人接受采访说 我带的队伍20个人损失了两个 然后就就这样 就就把头埋在这个膝盖里面 就就不说话了 对吧 就毕竟都是在同一个地方生活的邻居朋友嘛 那这种情况损失了两个人 那大家当然是感同身手 特别特别的悲伤 对吧 那这样的民兵无愧于爱国者的称号 就现在大家一提到爱国 对吧 我想说的是在简体中文语境里面 这样的爱国这个词 跟我们真正的爱国 这个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Patriots美国给乌克兰提供的这个防空导弹系统 叫Patriots爱国者 最早这个是形容什么呢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啊 他们自发的行动起来 保卫自己家园的这些北美民兵们 那么大家设想一下啊 如果你站在简体中文网络里面 这种所谓的爱国视角 那么当时北美的这些殖民地 是否是英国的属地啊 当然是 英国是否在这里有总督 有政府啊 那么当然是 那么这样的一些 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 揭竿而起 跟英国军队对抗的人 像什么华盛顿 对吧 你像什么那个 列克兴顿的第一声枪响 等等等等 那么你们觉得这些人 是不是什么 英奸 行走的五十万 什么1450啊 对不对 那么当时是不是会有一些人 支持英国的统治 他们说 我现在支持英国龙虾兵 你们可以打我 对吧 那这些人是不是就是 可以被说成是 英国在北美大陆的废青 对不对 但其实 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就是爱国者 爱国的前提 爱自己的土地 爱家人 你连自己的土地和家人都不爱 你爱什么国家 对不对 所以现在简体中国里面 这样的爱国 已经到了一种 对吧 我爱的是一个抽象的国 为了这个 爱这个抽象的国 为了服从这个国家的 所谓什么什么大忌 那个上海那只科技狗 是怎么被打死的 很多人是怎么被无缘无故牺牲 什么都可以牺牲 但是我告诉你 在这个真正的正本清源上 爱国者 我要爱自己的土地 你说斯顾梅的这些民兵 凭什么抵抗俄国军队 他们知道不知道 自己的这种抵抗可能会失败 我只能说现在看来 万幸这样的抵抗成功了 那个俄罗斯军队 禁坦四十 对吧 包括很多的精锐部队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我来乌克兰干什么 对吧 对缴获的很多通话记录里面 说什么 你们跟着领头的车去走 你不要问走到哪里 俄国士兵很多是懵的 对吧 这个到了乌克兰之后 甚至找当地人问路 然后当地的警察拿枪指的 对吧 因为你没燃料了等等 只能说万幸 对吧 但是这些民兵 他们真的是热爱自己土地 这样的爱国者 他们真的是自发的行动起来 对吧 那我们说这种自发的 民间的这种行动力 民间的这种东西 真的是公民 citizen 才会有的 奴隶是不可能有的 对不对 你看 在编户齐民所谓的大一统王朝时期 这个王朝可以看起来非常强大 明末清初那会儿 冲真皇帝一旦上吊之后 怎么可能在这个很多地方会有这种citizen community呢 可能有的地方会有 对吧 扬 扬州不算 江阴算一个 嘉定算一个 但是很快也被扑灭了 所以 你看到没有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社会里面 你没有一个非常普遍的公民社区 你不知道你为什么爱这个土地 应该是茶馆里面 有一句台词吧 那个在那儿仨之前 我爱国 谁爱我呀 对不对 这个西方的民族主义 爱国 这个国 民族国家 这个就是跟土地 跟自己心爱的人 跟自己的财产 密切挂钩 爱国就是爱自己 我如果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牺牲了 那是我心甘情愿的事情 对吧 但是在某东方大国 我们知道 这个叫被爱国 对吧 你是被绑架的去爱一些什么 就是很宏大的东西 你爱的是星辰大海 你爱的是工业党 你爱的是就是那种 什么伟大复兴 但是所有所有的这一切 跟你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而为了这些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 你要牺牲这一切 对不对 所以说某东方大国这种爱国 它是一个概念输入进来之后 然后强行的安在这种 编户齐民 勤制的社会里面 它有强大的社会关系 它跟PATRIOS不一样 那么好爱国 你觉得现在的五毛小粉红 当年拿着幽形索去砸着脑袋 这个菜羊 你觉得他们配叫PATRIOS吗 对不对 他们是群芒 对吧 你说句难听者的话 他们顶多顶多 Sauvinist 沙文主义者 大国沙文主义者 就是国家牛了 我也牛了 顶多也就是这个样子 你觉得当年 对我当时做过一个节目 如日嘛 日比股烧打事件 你再比如说当年那个 其实在这之前 你们知道沙皇 尼古拉二世 当皇太子的时候 反访问日本 大金事件 那个拿刀砍向 那个皇太子 尼古拉二世的日本警察 他能叫PATRIOS吗 不能啊 真正的PATRIOS 为了保卫自己的这块土地 我组织起来 形成社区 自发的形成起来 这就是民间自治啊 对不对 当然这种民间自治 曾经在中国也是有的 对吧 当时的那个魏晋南北朝 那种乌宝 就是一种这样的东西 对不对 只不过这个传统 后来在东方大国 就这么失传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如果 接着再往下讲的话 你说不是所有的PATRIOS 不是所有这种 爱自己土地的这些人们 他们的这种抵抗 他们的这种 对土地的热爱 这种抗争 到最后都会有好的结果 这是真的 美国独立战争 只不过是很幸运的事情 苏梅的民兵 也是很幸运的事情 只不过这些 历史上之所以 让人有点宽慰的东西 就是这些PATRIOS 他们的这些抗争 到最后 还是有成功的案例 所以说 民间的这种自治 这种东西 某些国家 永远永远都学不会 因为编户其民 跟这个东西 底层逻辑 就是完全不相容 所以我为什么 在感慨 乌克兰人 这次战争当中 做出的牺牲 虽然巨大 这不是有人说 乌克兰这样的牺牲 值得吗 对 因为牺牲 是必然发生的 所以我们就要问一个 值得不值得的问题 某些大国 每一次都那么那么多的人死 那值得吗 乌克兰这样的牺牲 那值得吗 你拍拍胸脯 问问自己 如果牺牲是必然的 请让这样的牺牲 变得值得 请让这样的 PATRIOTS 请让这样的 公民社区 能够长久的存在下去 这才是乌克兰人 要保护自己的 生存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 乌克兰人 和俄罗斯 这个国家 那真的是 汉贼不两立 从此之后 就是要分道扬表 俄罗斯是不可能 有这种东西的 某东方大国 更不可能 对吧 那咱们今儿 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你关注我的频道 再见